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李家超昨天開行會之前有答記者的問題 提到本來這個23條立法一直都是政府的今年 即是2022年的這個立法的年度裡面的議程 突然之間上個禮拜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後的立法議程 就說會刪除了 今年裡面是不會展開23條的立法工作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社會上面都有不同的反應 都可以這麼說是有極端的反應的 其中一種就是用何君堯何議員做代表 他的說法是什麼呢 對政府的做法是感到失望 說政府在23條立法上面是果足不前 為什麼國家可以為我們立四條大法包括國安法 不需要五個星期 而我們自己需要兩年半都未能舉報呢 這個就是一個反應 另一個反應就是 他抽起是不是加勒 會有更加嚴厲的版本 現在就未夠時間做研究 反正李家超有五年任期這麼久 只要他在這個任期的前半部搞定了 那就完成了這個憲制的責任 有機會連任 會不會加勒 加勒到什麼程度 所以就不是何君堯的說法 就是為果足不前 而是更加嚴厲的去立這條法 又或者另一個反應就是 有國安法已經夠了 有國安法已經令到香港那個形象 國際形象很嚴重 你還搞二十三條 香港不是水得未夠嗎 那麼現在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香港仍然是和大陸握緊金蛋 在國際形象上面都要有保留 你搞了個 國安法出來 現在就再加二十三條立法 那些人就真的不玩了 走的了 外國投資者就不來了 有另一種這樣的說法 那誰是真的呢 是不是這個黃欣浩蕩不搞二十三條呢 是不是因為國際形象的原因 就暫時停一停呢 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又不是好像有些KOL 我肯定就是這件事 我只不過就憑一些事實去分析 因為李家超就向外講了 在這個記者會的路講到 講什麼呢 講就是現在研究中 有一些地區 有一些普通法的地區 就說他的國家安全的法例 是可以考慮長期家居軟禁的 那是這麼說的 那些記者問他 為什麼你突然抽到二十三條 立法呢 在這個立法年度 他說國際形勢的千變萬化 法律要研究做得更深入和全面 有一些普通法地區的國安法律呢 是很嚴厲的 包括長期家居軟禁 政府會研究這些地區 怎樣平衡人權 他說二十三條為憲制制限 說的國安法都說明 要盡早立二十三條 所以大家不捨立了 一定是立 他說法例是不是真真正正有效呢 因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千變萬化 地緣政治急速變化 很多危害其他國家的手段 過往是難以想像的 所以二十三條立法呢 必須有效 有些極端的情況 法律需要深入和全面 審視國際形勢的變化 不希望法律最終有流動 而要檢視 他就說 他說他們要針對一些 相信對國家安全有風險的人 可以禁止他們離開 他的處所很長的時間 並且可以重覆禁止 這些做法我們會留意 以及當地如何平衡人權 我們需要全面審視 我們用普通法的語文 寫一條足以保護我們國家 所有所受的威脅 以及攻擊的法律 跟李家超這番說話來說 就很清楚 不是抽起 更加不是取消 我相信也不是因為 香港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對外形象 也不是說國安法已經是無所不包的了 大法 就不搞二十三條 而是搞一個更辣的二十三條 而國安法是沒有做到這件事的 就是包括 將 他們認為涉嫌的人 對國家安全有風險的人 長期地 重覆地 軟禁在家裡 後來他又澄清 他又澄清說 不是 但是 其實 內部沒有 這是後來 吹風給傳媒 消息人士說 就說 二十三條 立法內部討論中 沒有考慮過長期拘禁 二十三條立法 時 有參與其他地區的法規 消息人士就是這樣說 他說 看過其他法規 在討論中 不過沒有考慮 要是長期監管拘禁疑犯的辣椒 加二十三條 沒有考慮這件事 這些 即是你說完 即是他在記者會裡面 是清清楚楚說的 要 可以 禁止他們離開他們 住的地方很長的時間 可以重覆禁止 說完 他說沒有考慮過 沒有考慮過 為什麼要說 很長的時間和重覆禁止 即是說有想 他說的 其他普通法的地區 是什麼 或者其他普通法的國家是什麼 香港有個護法 大家知道 那個叫做湯家驊 包括這個行會召集人葉劉 他向媒體解話 這個國家是英國 李家超所說的普通法地區 就是英國 因為英國現在在下議院審 在想國家安全草案 National Security Bill 外界成為一個很辣的 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裡面確確實實 是有個條文 就是 在授權內閣官員 在特定的情況下 在特定的情況下 不准指定人士離開英國國境 或指定的區域 包括家居 裡面從這個字眼來說 就說是非常之嚴厲 其中一部份叫做 預防與調查措施 preventive investigation message 授權內閣大臣 內閣大臣 內閣大臣即是說部長 我相信都是 home secretary 一般來說都是內政大臣 在指定條件下 例如 當事人涉及外國勢力 對公共安全構成危險 緊急調查等需要等等 可以禁止特定人士 離開某個地區的地點 例如 不可以離開家居 不可以離開英國國境 如果要離開必須 事先取得內閣大臣的批准 也容許內閣大臣禁止某人 用銀行服務現金交易 用電話電腦等等 如果要用必須登記 每項指令有效期一年 最多延長到五年 條文亦容許法庭 在各個安全和利益有必要的情況下 禁止公開審訊的內容 判決除外 條文是很嚴重的 重點是執行 執行的情況是怎樣 是否被執法者或法院法官 可以一個人說是隻手遮天 湯家驊的回應是這樣說的 他說這個草案的內容很籠統 例如條文所指 內閣大臣俠你們相信 叫rasonably beliefs 含糊的 沒有客觀標準 他是這樣演繹 他基本上是相信官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定義是虛無飄渺到令人吃驚 賦予權力很大 有利於其他國家不利於英國的行為 都沒有完全沒有定義 舉個例子 毀壞一個垃圾桶打爛一隻英王的杯 都可以演繹成為危害國家利益 相對之下 港區國安法的定義很清晰 嚴重破壞某些特定的設施 宣誌算是犯罪 聽完湯家驊這個說法之後 可能有很多人說 看條文是英國都這麼立 英國如果這樣說 真是獨裁統治 你說香港 這個國安法23條立法 要長期軟禁 英國也是這樣 又不讓人離開英國國境 又說可以困在家裡 又說很長期 又說最長可以去到幾一年 每項指令有期一年 最長延長到五年 這條法律第一 和一個條例草案 還在談 在這個 House of Commons 下議院那裡在談 究竟過不過到 或者那個內容 需不需要收拾 現在不知道 最後是過到 過到之後 會不會 我們所謂的 濫用 會不會常用 我們又不知道 所以 身處一個英國這個地方 大家會這樣去分析 英國的整個體制 不只是分析法律條文的內容 整個體制是什麽 第一 英國是一個很清楚的 三權分析法 三權分析的體制 行政、立法、司法 是獨立運作的 這個很清楚 雖然英國是議會制度 在議會上面 佔多數的政黨 可以 黨魁成為首相 組成內閣 基本上 行政和議會 相對是相對 比較配合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英國是一個真是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社會 媒體的監察是非常之 嚴厲和全方位 簡單地說 我引用香港法官的說法 沒有人能夠隻手遮天 在英國真的 無得隻手遮天 英國有沒有冤獄 有 英國都試過有冤獄 而且不像一次 最近那次 罵得很大 在郵務 Royal Mail裡面 工作的人被冤枉穿 跪圖底 拘捕了很多人 也有人坐牢 後來最後認為 這是完全錯判的 對他們道歉之後 還有賠償 你說都坐牢了 但是英國 時時刻刻都會有 反省的情況出現 因為媒體揭發 而且做得很大 對於英國的行政當局 和法院都造成一個很大 很嚴厲的批評 叫他們做事 你看到這個社會 制衡和監察是很嚴厲 很全面 會不會出錯 一樣會出錯 相對於香港 人家應該有一個民主制度 很清楚的民主制度 所有的國會議員 都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 他要向他的選民負責 媒體的監察力度非常大 每天狠狠地批評政府 譬如 卓維斯上任和財相一起炮製的 所謂mini budget 被媒體罵到 反逃 最後要妥協 要撤回部分的內容 政治的風暴才暫時可以過去 你看到媒體的力量非常大 當然也有反對工黨的力量 反對黨的力量 也有英國的保守黨議員的內部的批判 所以令到整個政策 是不會一意孤行錯到底 在香港又怎樣呢 香港有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立法會變成清一色 沒有反對他的聲音 媒體不用說 已經是九九十十 被收拾到 基本上沒有什麼制衡的力量 蘋果又沒有了 立場又沒有了 很多的網媒 現在再出來也好 那個監察力量很小 法院 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 獨立地去審訊呢 你看到有些法官判案 每日每次在法庭上 判被告有罪的時候 都發表長篇大論的政治宣言 方舍不知道他們的立場 是這麼清晰 方舍不知道他們的立場 是這麼偏頗 換句話來講 香港的行政也好 立法也好 司法也好 第四權的媒體也好 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制衡力量 你單單 用湯家驊的理論 看法律條文 英國是很嚴重的 你分析得很專業 你一舉這個例子 在這裡生活的人 就覺得很可笑 很可笑 在這個英女王時世 在愛丁堡也好 或者其他的地方 他的靈舊經過的人 數以萬幾的人 在沿途 沿途去 沾養英女王的靈舊 不是沒有反對聲音的 有人在沿途去 罵查理斯三世 當然被警察帶走了 但是輿論反應都很強 你為什麼帶走他 他沒有言論自由 他不可以罵 不可以批評 反應很強 沒有告到 廢除皇室的共和運動 已經長期存在 要廢除皇室 沒有危害國家安全 批評卓惠斯 批評這個mini budget 狠到不得了 沒有為人這樣危害國家安全 反對黨 現在工黨 的民望 遙遙領先 如果大選的時候 就會帶有取代保守黨 而待之之勢 是呀推翻了保守黨的政權 不過是用選票 沒有危害國家安全 你打破一隻杯 打到垃圾桶 就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這些叫危言聳聽 不知就被你嚇死 知就笑死 因為一定是說怎麼執行 舉個例子 究竟在英國的歷史上面 或者這條法律通過之後 有沒有人打破一隻杯 打破垃圾桶 就抓你坐牢呢 就說軟禁你呢 是吧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拿這個例子出來說 同樣的條文 現在很喜歡的 這個特區政府很喜歡這樣說 什麼什麼國家都用 這條文辣過香港很多 胡法 湯家驊之流 這樣出來 香港怎麼算辣 香港清晰到不得了 英國又辣 美國又辣 從順從條文來說 這樣比較 對 很辣 但制度真的不同 大佬 制度清清楚楚是不同 錯誤是可以被糾正的 錯誤是很清楚的 所以湯家驊說 如果有人說 香港的國安法 不符法治人權 極度強權 對不起 按這個邏輯 英國這些草案的程度 是香港的十倍以上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來這裡呢 就是在這個 火坑 在這個油鑊跳到火坑裡 每個人都會拉單 如果你認為你可以很安樂 繼續在這個很嚴厲的法律 在香港那裡生活 那你就這樣 英國嚴厲的香港十倍 那些人來到英國 等於跳到火坑裡 那你有的跳到火坑裡 你不需要用英國的 這條文去合理化香港這個做法 你過了那又如何 過了之後 人家看你那個形象 都是違反人權的形象 你不用說對不起 按次邏輯 英國這條草案 的程度是香港的十倍 這條英國在夏語園 正在討論的草案 肯定有不少個團體走出來 說它是違反人權 一定會有 在英國的輿論也有很多會討論 嚴厲的批評 香港有沒有 夠不夠膽呢 我講完這條片之後 我一會回來會講 專子的漫畫 這樣都被警方去批評 真的嚇到鼻子都沒有用 一會回來再詳細說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看 我對這件事的分析 暫時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多謝您 我再次批評 我會把我的教育 發瘋 我會再次批評 我會再次批評 一段時間 我會再次批評 我會再次批評 你 我會再次批評 我會再次批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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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